还在担心美股的崩盘吗? 澳洲的疫情似乎更加值得令人关注 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s的热门话题栏目 我是Emryna 2022年开年以来的这几周 美股市场非常不太平 三周时间中市场经历近段时间以来的最大动荡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更是下跌了12% 到底发生了什么? 导致了市场这么大的波动 在开年的第一个周三 美联储发布了12月份的会议纪要 同时美国的就业报告显示 美国12月份的失业率仅为3.9% 随后发布的CPI数据更是显示了 美国的通胀已达到了7% 这些数据无一不再向投资者们透露着一个消息 那就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又要不安气化地进行了 投资者们在担心着加息和缩表的前提 各方机构也纷纷出售持有着的成长股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我们曾经喜爱的科技股们也开始跌跌不休 有观众可能会好奇了 纳斯达克下跌的百分之十几 全部都是因为投资者对美联储计划之外的改变 做出的抛售成长股而产生的吗 我的回答是不诠释 还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对Omicron毒株的恐惧消退 从而导致的看跌科技股 英国在不久前解除了口罩墙之令 美国新冠新增和住院人数也出现了下滑 这些信息向我们传递着 人们要离开家向外走去了 新冠最严重的这段时间 我们对电子产品的需求是最厉害的 而当我们选择走出家门的那一刻 科技股原来因为新冠的存在而产生的潜在价值就不见了 因此科技股即使在财报亮眼的情况之下 依旧出现下滑 全球新冠渐渐好转 本来应该是一件值得我们庆祝的事情 然而在澳洲似乎并不是这样发展的 继中国拉黑澳洲以后 美国也在前段时间正式宣布拉黑澳洲 美国方面表示 人们即使接种完疫苗 去了澳洲也照样可能被传染 他在把澳洲列为和非洲国家一样危险的同时 也在督促自己的公民 不要在澳洲停留 澳洲真的有这么危险吗 根据新闻显示 按照百分比来计算 澳洲新冠的数据已超过美国和印度 欧洲把澳大利亚列为危险地区 清西兰暂停旅行泡泡计划 而澳洲宣布放宽国际入境的同时 也宣布了4年内接收原定5倍数量的阿富汗难民 在我看来 接收难民从弥补和人道主义这两种角度来看 一定是好的 而放宽入境对于澳洲的显性经济收入也是正向的 也希望澳洲能够完善自己的新冠政策 以消灭疫情为目的 在确保民众和医护人员的生命安全的前提之下 去同时进行经济复苏和弥补救助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